日前素有亚洲女神之称的韩国人气女星朴信慧攻降北京 以代言人身份为某洗发品牌活动站台造势 一改迎评中活泼俏皮形象 朴信慧当天一头乌黑风影秀发 身穿白色优雅长情亮相 甜美可人又显露出小女人的韵味 一颦一笑更是秒杀现场飞龄无数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华出席活动 但朴信慧依然表现出了兴奋之情 尤其是提到北京的美食 且现场大方透露出对北京烤鸭情有独钟 同兴出身的朴信慧近些年绝对算得上是高产演员 更凭借出演继承者们及皮诺曹等热播剧人气飙升 此外当天采访时朴信慧也透露出 有望进军中国影视市场的计划 喜欢朴信慧的粉丝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了 日前素由亚洲女神支撑的韩国人气女星 朴信慧空降北京 以代言人身份为某洗发品牌活动站台造势 一改迎评中活泼俏皮形象 朴信慧当天一头乌黑风吟秀发 身穿白色优雅长情亮相 甜美可人又显露出小女人的韵味 一颦一笑更是秒杀现场飞龄无数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华出席活动 但朴信慧依然表现出了兴奋之情 尤其是提到北京的美食 且现场大方透露出对北京烤鸭情有独钟 同兴出身的朴信慧近些年 绝对算得上是高产演员 更凭借出演继承者们 及皮诺曹等热播剧人气飙升 此外当天采访时 朴信慧也透露出 有望进军中国影视市场的计划 喜欢朴信慧的粉丝们 可以一起期待一下了 最近我不正在设计节目的 下伙计划 本期的拍比加入 今年年轻浪中也是 先设计节目的 主持人都在这种 初期目的拍比加拿大利亚 彼此作为 好想通 adrenal凡 久一点 启咪 上关节目的派 《童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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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